随着变种病毒进入社区带来不稳定性 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提早规划研究所的招生应变方式 龙头科系台湾大学电子所就直接比照欧美的做法 宣布取消笔试改采书面审查 而台科大部分科系研究所也首度取消口试只采书面审查 但是有不少学生就担心这会让公平性降低 像是审查老师会给认识的校内生比较多机会 但是有学生认为采书面审查可以招到更具思考能力的学生 不过台科大强调各种方式都有优缺点 建议学生可以多准备资料证明就学动机 学生们赶着到教室认真对待每一堂课 就是为了继续攻读研究所 但随着变种病毒进入国内扩散到社区 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提早规划研究所的招生方式 评论出不少人才的龙头科系台湾大学电子所 决定比照欧美做法取消比试改采书面审查 台科大的部分系所资讯管理设计和建筑等系所 正是首度取消口试也采书面审查 对有不少学生担心公平性会因此降低 我算是比较害羞的人 对所以可能在面试上面就 没办法像比较外向的人能够更自在的 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想法或是自己的能力 老师一定会比较想要留就是自己已经知道的学生 他觉得你到底多认真或他聊给你多少的部分 他不是这么了解 就怕审查老师原本认识校内生会给予比较多机会 但有部分学生认为改采面试或书面审查 能招到更具有思考能力的学生 可以看领厂反应然后才能好好的回答吧 但台科大强调各种招生方式都有优缺点 学生不必担心不公平 除了在校成绩也会考量学生的专题成果 作品以及就学动机 同学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都能够很忠实的记录 或者是完整的留下任何的资料 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改变招生方式 像是清华大学 中阳大学 政治大学和阳明交通大学 目前都没有取消比试和口试的规划 未来将面临后疫情时代 各校招生管道是否产生巨大变化 学生都很关注 记者徐杰 周伟杰 台北采访报道